我們帶領同學參加全國大專院校行銷創意競賽 已經連續四年得到這個競賽的各列獎頌 其中有一年還連續能獲兩個獎項 這個獎項是幫助同學認識電子商務 他的企劃製作過程 同學都是從實際的廠商去反彈、蒐集資料 最後提出他們的網路行銷企劃案 經過很嚴謹的評審 每一年他們都得到榮譽 我們以我們系上這些得獎的同學為榮 選定的主題是無事嚴選差異 然後為了做這個文案 我們幾位同學一起去跟在媽祖落盡的時候 跟廠商一起去發 媽祖落盡過程中發放給民眾的愛心冷泡茶 然後並跟廠商談話 然後呢這個過程有沒有記憶當初 老闆有跟我們講他當初為什麼要創業的原因 然後我們有將這原因寫在我們的文案裡面 我們找出彰化在地的產業 他們有什麼特產 然後我們去做融合 然後我們想說就可以做成一個那個 產業文化體驗營 然後既有產業可以體驗 然後又可以了解彰化地方的特色 然後還有文化 然後這樣就可以讓年輕人就是 對那個地方的鄉村更有認同感 然後他們就會很有想說 那我就願意留在彰化繼續發展 然後我們還有結合就是我們的專業 然後就是影視產業 就是可以讓他做新的發展 然後這樣發展之後就是可以把影視產業帶動 然後也可以創造一個新興產業 那你們有選定哪一個產業嗎 選定我們主要是以影視產業發展為主 然後其他就是像是他的其他產業 就是我們可能把他的特色表現出來 然後在文化體驗影就是他產業體驗影的時候 然後讓在地的年輕人去體驗 然後他們可能就有興趣 然後還有我們的那個影視產業就是 我們會拍一部就是可能介紹彰化地方的影片 然後就像是城市行銷那樣 來… 先恢復這個也是 成功的 再度可以查參考